作为第九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之一的第三届 台湾学子科举珠子文化云体验营 10月30日上午在福州台湾会馆开营 100余名两岸青年学生在线上与线下展开交流互动 当天开营市的主会场设在福州台湾会馆 北京、台北、台中设分会场、四地联动 两岸学子共同线上观看云游之路 参与金榜提名、答题等活动 体会中华科举文化的内涵和魅力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来自台湾台南的陈志盈 是福建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一名大三学生 来大陆求学一直是她的梦想 目前陈志盈已经开始准备考研 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大陆就业 穿上汉服体验科举文化 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线下体验 所以让我们对于科举文化会更深一步的了解 也可以透过互动式 因为这次是用云体验营的活动方式展现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克服了时空的限制 因为像疫情当下 其实台湾的朋友也不能过来这边采加 然后透过云平台 就是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 两年前台机教师林方景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来自福建平堂的招聘信息 她依然选择从台湾来到平堂发展 任职于平堂职业中庄 此方前来参加体验营活动 让她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和大陆师生有更多交流机会 对我们不管是生活起居或者是就业方面都很照顾跟关怀 所以很感谢就是大陆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这里相处或者是生活就业 希望台湾的很多的人才跟青年学子可以多多来这里互相学习 主办方表示台湾学子科举文化体验营活动已经成功举办过多届 受星光肺炎疫情影响本次活动首次采用了网上云游的模式 通过数字手段与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 让两岸青年深入感受科举文化 感受两岸同根同源文脉流长的历史文化 分享给我在台湾的朋友 然后让他们也了解这边的文化 然后让他们更了解我们在这边学到什么 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技术 能够让我们透过线上这个交流交往不中断 而且热度呢更加的提升 我们海峡两岸的青年朋友多去体验 多去了解认识 那么呢希望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面 两岸的青年朋友一定要贡献自己的心力 我们下期讨论需要的更多人 三岸五岸的平静 NãoSorryzię 因為我们下期讨论需要 我们下期讨论 保护兴展开